就是再把原来的这个模组再贴一个 然后把它关掉 用这个来改 这样会比较OK 因为之前已经改出来了 你先留一个底本 不然的话直接改的话 风险太大了 建议还是有做一些版本的控制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要抓的 除了有现金之外 还有要集齐的 所以当然我刚刚是 抓整个Table 抓名称 再抓Data2 这个Data2指的是 现金的买入跟卖出 所以这边总共抓回来会有 Name的话会有18个 0到17 那Data2的话呢 会是0到多少 35 这个是0到17 所以刚刚同学最不容易理解就是 为什么会那样子 主要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 对两个 第二个 也是对两个 有1对多1对上2的关系 1对2的关系 OK 所以要怎么刚好排列是我们要的结果 我刚刚有用那个 图的方式 让各位显示知道了 所以这个是我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每个人的习惯方法不一样 而且你可以想到更好的方法 但我原则上 尽量是程式越简单越好 越不容易 就是说要想很久的关系 那再来如果要把集齐也抓下来的话 那第一个呢 也是一样 把这个放大一下 这个其实可以把它放大缩小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再加一个 把这一行 Data2 把它Ctrl C 因为要找什么 找所有的那个集齐 贴上 那第一个你要把那个什么呢 它的变数名称改一下 那我要在 这个table里面 再去找什么 一样找GD 但是它这个class名称可能不一样 那我不确定是不是 哪边不一样 我可以怎么样呢 再切到那个我们的 台银上面 让它显示集齐时候 选到集齐 不过它这个页面 蛮特别的 就是它缩小的时候 就不会有集齐 它要展开的时候才有集齐 所以你要必须怎么样 展开的情况下 选取集齐下面的买入好了 然后按右键看看 检查看看 按右键一样检查 检查之后呢 它会显示出来它的名称 而且它刚刚好像也会 也会在上面有个箭头 好像会出现 这个名称就对了 不过上面它一下会消失 那 看旁边这个会比较准 这边有没有点两下 就这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你把它Ctrl C 基本上 应该会跟前面的不一样 哪边不一样 贴上就知道了 集齐的是叫做什么 Sight 这个叫Catch OK 刚贴好像少了一个 这个双引号 后面双引号 把它盖掉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它的Catch名称不一样 那它的关联性 基本上也是 这个 跟下一个 都是 叫同样的名称 所以一样的名称 这个 所以也是 一对二的关系 一对二的关系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们一对二的关系之后 先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 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然后找到这个后面的名称 第二的话呢 在这边 输出的时候呢 再把什么呢 这一段 Catch按住 后面的话呢 就加一个什么 加个集齐 集齐 上面有点吵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这边集齐 那再来的话呢 输出 我们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边 串斗点 串现金的第一个 串现金的第二个 怎么样呢 复制 贴到后面去 然后改什么呢 改 这个的 第三 有没有 这个的第三 好 大公告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应该很简单 不过 都是细节 刚刚贴也是细节 看 我发现我贴都很容易就对了 你们贴有时候 一贴就怪掉 就错了 少一个加号就不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如果 程式太长了 你自己再折航就OK 最后呢 再测试一下 直接 执行 Save一下 执行看看 如果没有错的话 理论上 应该就会很顺利的看到 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那边显示什么错呢 Out of range 是不是有哪个地方没改到呢 对 你说 O 这个吗 O 为什么 它这个可能多出来的啦 对 对对对 喔 那所以要注意一下 它是两层的 有没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邊多一個點 點啊 點heidenform 意思是為什麼我們折行的時候會折行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CSS 也就是說你會因為你的寬度不足 而會讓它要不要隱藏 所以它後面那個點是多出來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可是在複製的時候它這邊不會出現點 所以應該是點的前面 所以這個會出錯在這個地方 這都是細節 我沒有特別講 可能大家沒注意 不過剛剛同學 這個地方主要是因為它 這個class其實就是CSS的東西 那什麼叫CSS 坊間有CS3的書籍 現在最新版是3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對那個CSS 多了解的話 坊間在CS3的書籍可以去找找看 那什麼叫CSS 其實就是做美工 讓這個畫面變得漂亮 Word裡面不是有樣式嗎 樣式就是叫一種樣式 就是一種class 一種樣式 所以class在這邊 不是翻譯成同學 這邊翻譯應該叫做樣式 一種什麼樣式呢 就是這種樣式 這種樣式是針對什麼 集齊的所有 所以你會發現集齊長的都會一樣 就是同樣的樣式 同樣的 所以也是同學 同學也是class 反正就是一種類型 一種 翻譯正確應該叫樣式 OK 那這個地方呢 又多知道一個問題了 這邊它後面的東西不要 那就把它再執行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顯示出來 那就會是 不過這東西其實 真的是 OK了 有沒有 跑出來結果 看到了 因為如果你跑到下面的話 那如果你這邊 希望這個畫面變大的 你可以按這邊 它可以讓你放大縮小 OK 那這樣看到就是所有的了 那剩下來 請各位 自己再去找其他家的 看你銀行在哪邊開戶 像除了台銀之外 匯率比較好的 我是比較 都找玉山 因為我很多時候還蠻方便 網路直接換匯 那之前本來有開那個大眾 大眾銀行因為那個Google 每個月會給我錢 所以我都開他的帳戶 然後7年快會直接可以匯進來 不過最近好像大眾 被那個元大給併掉了 現在以後沒有大眾銀行 以後叫什麼 叫元大銀行 不過也沒有差 反正都可以做網路上的操作 其他我想請各位就是 自行再去 針對這個部分 做練習 那看看有沒有時間 如果有時間的話 再講那個 這個威力財的開講 這個網站很特別 你會發現 它的原來的網站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 index new 把它delete掉 看到的畫面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index new 不知道是不是新網站 然後舊的網站是 這個沒有 就是直接官網 那畫面不一樣 現在怎麼又一樣呢 這個網站真的怪怪的 隨時都在改變 所以我昨天進來 它看到的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我今天希望抓什麼 抓樂透彩的開講號碼 假設我希望把這個 樂透彩這一區的東西 全部抓到我的Python裡面 當然其他區也都可以 所以這怎麼做 可以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